国宝动画明星再次出动 这次他们有了新同伴 一只迷路的台湾土狗小黑 我想这小黑狗 应该是贫朴族人养的猎犬 你想要回去找你的主人 我们就把黄青植贡图里面 它一共画了13对台湾原住民 其中我们就针对这个有小黑狗 又有小动物的这一段 这一个台湾大肚射 在18世纪台湾大肚射的贫朴族 那我们就发想了这么一个故事 我们可以搭乘同安船 回到清代的台湾 寻找小黑狗的主人 故宫国宝娃娃系列动画 曾获休士顿影展肯定 藉由国宝娃娃 玉碧鞋和玉鸦三个主角穿插 透过故事情节进入中国传统书画里 让作品里的人物都活了起来 第四期我们是等于说 对数位作品做一个回顾 自己的作品做一个回顾 然后呢也把台湾的元素加进来 台湾的18世纪这样的场景 让这些国宝娃娃在里面冒险 台湾黑熊从树林冲出来 幸好有台湾图狗小黑和平补族友 是合力救的国宝娃娃 故宫推出全新一集的3D动画 让国宝娃娃在台湾冒险 一同探索故宫数位点藏的成果